欸,這遊戲有沒有中文化? 不知道大家多久沒聽過這句話了呢? 在這中文化遊戲橫行的年代 連過去中文化遊戲做得一塌糊塗的任天堂 從2018年開始,不只新作有中文 連舊作品都可以免費更新中文介面 短短數年間,玩家從 喔,這遊戲有中文化我還不買爆 變成了現在 蛤,沒中文化,這款怕死 而在台灣有設立分公司的幾個遊戲公司 更是在PS3時期就開始耕耘中國化市場 像是Bandai Namco, SEGA, Ubisoft 等等 但前陣子卻突然冒出了一個異類 光榮特庫模,Koei Tecmo 新作品搭檔任務,Bond 遊戲畫面同時結合了 端漫風格的文字冒險 也結合了3D畫面的解謎要素 人物設定由知名漫畫家春田雄界領先擔當 還有相當豪華的聲優陣容 遊戲劇情語音豐富,音樂也非常有特色 幾個禮拜前試出的體驗版玩起來也很過癮 但是你為什麼就是不做中文化? 唉,好啦,生氣歸生氣 我們做影片的還是要好好交代一下 這款遊戲到底在玩什麼 本作主要場景在玉神樂島 是個有賭場、音樂劇場等娛樂設施的地方 而在背地裡,名為Discardo的犯罪組織 正在暗中行動著 為了調查Discardo,便有了秘密調查小組 鳳斗的誕生 鳳斗並不是什麼厲害的國際警察組織 只不過是四個毫無交集的人 理由不同 卻剛好都有追查Discardo的相同目標 而誕生的雜牌軍 遊戲畫面乍看之下是互動式電子小說 但實際上玩法結合了 確認目標的場景、scenario 利用隊員特色以收集線索的搜查 以及獲得線索後潛入調查的潛入 舉個同類型遊戲的例子 便是逆轉裁判系列的衍生作品逆轉檢視 但是相較之下 對話不只有嘟嘟嘟的音效 而有大量的語音 潛入的部分也不是單純的2D畫面 而是有相對有趣的活動要素 搜查及探索的部分都有QTE等冒險 Bong的小組由四個人組成 以成為英雄為目標的熱血警官陸克 代號Doggi 因為同為警官的父親之死與Discardo有關 所以想抓住Discardo的把柄 造成世界數百億損失的怪盜亞龍 代號Beast 為了一名被Discardo綁架的女性 所以想毀掉Discardo 個性輕浮的忍者木堅 代號Ninja 雖然有著高強的身手 但卻以演員的身份在各地流浪 有著迷一般的過去 魔性詐欺師切之雷 代號Oddweater 是變裝與催眠術的專家 也因為某些理由想對Discardo復仇 和Bist 和Aout 以上四名 頭文字 是成為 組合Bond 是嗎 遊戲故事是以夥伴為概念 遊戲便是從Bond小組中四人C4取2 共有六種排列方式 每個章節以場景為開頭 目的便是引出該章節的故事與目標 場景類似傳統的文字冒險遊戲 有對話分支可供選擇 以及畫面搜索等遊戲要素 更有完整語音 光是第0章的場景便有40分鐘的長度 份量相當充足 收到目標之後便會進入搜查階段 玩家可以選擇一至兩名成員開始搜查 每位成員可以提供三次的行動術 利用行動術便可以在地圖中移動 移動至不同的地方探索 根據狀況不同 玩家也得選擇用哪一位角色開始對話 並且透過合理的選擇來取得相關情報 例如遇到一般人就該讓警官陸客開啟對話 遇到不良就該讓外觀類似的亞龍來套關係 收集的過程也會因為正確度而增加或減少英雄量條 收集到充足的情報便可以開啟潛入路線 潛入環節可以自由選擇喜歡的角色潛入 不會影響該章節的結局以及評價 潛入後便有可自由走動操作的3D畫面 需要依靠前面收集到的情報來進行移動、開鎖、打倒敵人等 破除障礙後完成潛入 最後會根據英雄量條進行評分 分數夠高便會開啟該章節專屬的夥伴任務和插曲 可以享受更完整的故事體驗 說到正確度 文字冒險遊戲中故意選錯的選項也很有趣 實際上在遊玩的時候 即使故意選錯一兩個選項也不至於獲得太低的評價 進行推理時有需要的話可以進行回向 以推理和記憶線索來說沒有什麼特別困難之處 除了四位主要角色外 故事也穿插了其他角色 世界的歌姬水 調查著Discard的美女 Nadeshiko 控制著賭場的帝王 控制著賭場的帝王 開發玉神樂島的企業家 Akarudo 忍者之旅的領主 Huga 守護著傳統的年邁巫女 Kozze 在主線、夥伴故事、插曲都會出現 形形色色的人物便在故事中交會著 遊戲畫面風格充滿日式漫畫的風味 選擇關卡的時候像是選擇書籍 遊戲中也穿插著動態的全彩漫畫 這應該也是請作畫怪人來參與人物設計的重要理由 3D部分的畫面風格有點像PUS 除了QT以外幾乎沒有動作要素 遇到障礙也會自動跳過去 就算是不擅長動作遊戲也可以好好享受遊戲 角色個性鮮明 遊戲劇情也相當有趣 遊戲一格章節長度約一個半小時 考慮到不同選角可以開啟不同的故事 遊戲時間粗估至少100小時起跳 也因此遊戲的售價也較高 因為是由任天堂發行 所以可以使用Switch Online的兩片9980服務 用4990日元購入數位版 略為可惜的是至少就TM版 搭檔人物Bond幾乎沒有運用Switch特色的設計 沒有用到陀螺儀、HD振動、IR以及amiibo的功能 但最可惜的果然還是沒有中文化 因為文字含量極大 完全不懂日文的話就可以省起來或是等中文化 而以N1程度來玩 一個章節的劇本裡大概會有兩三個沒看過的單字 不至於影響解謎 玩家也會需要基本的文法 能玩日文版逆轉裁判或看日文情小說的程度應該都沒有問題 此外部分的漢字有標註假名 若是想利用遊戲來輔助學習日文 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喜歡的話也請再幫忙按下喜歡或訂閱 這裡是林掌雷頻道 我是原掌 下次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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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